是選在那個中午的午休時間 然後跟我們的同事呢 一起前往賴皮寮 是一個溫馨而且快樂的旅程 那在過程當中呢 也遇到了相當多的民眾 大家都是莫名而來 真相到賴皮寮來打卡 在那裡聊天 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昨天如果天氣好一點 可能大家會在那裡泡茶 那邊比較神秘的事情是呢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小花園 如果呢 你就走走走走到小花園的深處的話 就像是你在玩RPG遊戲 那個NPC會跳出來一樣 就會跳出一名國安特勤人員 告訴你說 只能走到這裡 不能再往前進了 然後呢 但台灣人民又很棒 大家都很有禮貌的跟他說 謝謝我們知道了 然後就往回遮返 所以呢 雖然昨天下著小雨 但是呢 在那裡呢 是大事 不亦樂乎 所以我相信這幾天 賴皮寮一天不拆 就會有越多的遊客旅客慕名而來 看看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副總統 怎麼可以有違建 但是拒絕拆除 謝謝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的萬里老家 違建爭議越演越烈 甚至被網友譏諷為賴皮寮 成心打卡經典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許巧心 19日顯示在臉書分享賴皮寮郵寄 透露自己是來拍選前文宣照 隔日 他便火速上架最新電子看板 這僅就是賴清德老家 並附上大大的標語 賴清德記得拆違建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對此賴清德20在中常會也主動談及此事 他表示自己家的房子在1958年就存在了 也就是說礦業法是1963年實施 區域計劃法是1981年的時候實施 因礦全廢之後 政府沒有妥善處理 所以礦區的民眾無法可循 幾十年的供僚年 就是修自然需要修建 所以礦區的房子早在法令之前存在 應該是合法寄存的建築 更多是有法可循 違法夾蓋的違建概念不同 它是程序上可以申請補證 程序合法的房子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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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